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进行时 智慧机设 即将播出 鸡是一种重要家庭 几千年前就被人类驯化 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 可以做出多种多样的美味佳肴 机有许多特色品种 在北京有一种地方特色机种 生活在一个充满智慧的机场 在创新科技的助力下 健康成长 你看看咱们这个北京游鸡有几根脚趾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不五根吗 这是五根吧 这有机型吗 不是 不是 这个就是咱们这种有三百年历史的 北京游鸡一个最标志的特征 五根脚趾 俗称四爪为鸡 五爪为凤 这种鸡叫做北京游鸡 因为这些独一无二的特色 再加上肉质鲜美 它曾经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 成为清朝宫廷的御膳用鸡 所以又被称为宫廷凤凰鸡 不过当年 北京游鸡只有皇家西山养殖场 才可以喂养 而且数量非常有限 而今天 仅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生态散养示范基地 就有两万只北京游鸡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科学繁育 让这种独特的地方击种 走上普通消费者的餐桌 在这个养殖基地 两万只北京游鸡 以散养的方式 在这片十二万平方米杨树林里生活 白天他们就在林子里溜达吃食 晚上则以五十只左右为一组 回到特别为他们搭建的鸡舍里休息 再加上科研人员专门为他们配置的营养餐 日子 别提多惬意了 但眼下 养殖基地的负责人李哲 却因为一件事非常苦恼 因为鸡宝宝出生七个月之后 就要开始下蛋了 我在这捡了一颗蛋 这个就是咱们北京游鸡的一个鸡蛋 咱们这么大的林子 刚才您捡到的这块鸡蛋 如果下的林间 可能师傅在几天之后才能发现 但是它并不能区分鸡蛋的生产日期 所以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原来游鸡每天在林子里溜达惯了 连下蛋也是溜达着找个地方就下了 这就导致鸡蛋分散在鸡舍和鸡舍周边的各个角落 甚至还会落在林子里 等到这些鸡蛋被发现的时候 通常都已经不新鲜了 这就需要工作人员每天到树林里去捡鸡蛋 但林子有12万平方米 相当于17个足球场 300个篮球场这么大的面积 去一个个捡鸡蛋 是巨大的工作量 怎样才能及时捡回鸡蛋 保证鸡蛋的新鲜呢 俗话说 解鸣还需细鸣人 有没有可能让散养的母鸡到一个固定的地点去生蛋呢 要想母鸡固定生蛋的地点 还得从母鸡的习性入手 通常母鸡在一个地方下过蛋后 那它再次过来下蛋的概率就很大 如果来了还能看到鸡蛋 这只母鸡基本上就会把这里当成是自己固定的产房 母鸡的这个习性也就意味着 鸡虽然是散着痒的 但通过一些技巧 还是可以设立固定的鸡窝 这个呢 就是第一代鸡舍的产蛋箱 我们的小鸡呢 下到地下之后呢 会有一些咱们摆放的乒乓球放在里边 这个乒乓球俗称的就是饮蛋糍 让一些母鸡 它能够知道那是一个下蛋可以复蛋的场所 啊 就是告诉他这儿可以生蛋了 快来吧 咱们的鸡蛋呢 80%以上都会在产蛋箱里产 就是我们的养殖师傅可以每天确保 鸡蛋是当天下的新鲜鸡蛋 你看这个鸡蛋还有温度 诶 真的耶 嗯 是热热的 就这样 散养的母鸡 养成了定点产蛋的习惯 养殖师傅再也不用满树林地寻找鸡蛋了 而且还保证鸡蛋都是最新鲜的 让慈禧太后念念不忘的游鸡蛋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如果我们会先羽毛呢 我们 Humphries 包括我们的 我们的节奏 我们可以看出去 我们的节奏 我们一起看出去 把时间到我们的节奏 我们也不够 可以看出去 希望这些 感觉我们不着点 我 我们的节奏 我们会tera 我们的节奏 拿起它的蛋黄部分 底下的这一块还是很有质感 然后您可以晃动一下 感觉一下 然后拿大拇指捏一下 它的感觉 还挺紧的 对 它的密度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 对 我可以这么来回的搓它 可以 没有问题 我头一回这么来回的搓鸡蛋黄 是不是手感很舒服 就是它其实是个生鸡蛋黄 但是可以这样来回的这么柔的 为了提高油肌和鸡蛋的品质 科研人员经过二十余年时间 不断对油肌的品种进行育种优化 提高了鸡种的纯种性 这才产出这种更有韧性的鸡蛋 可是没过多久 大家却发现 油肌的鸡蛋量突然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地带鸡舍周围的缝隙比较大 冬天四面的透风 非常寒冷 所以我们所有的油肌 在一夜里的时候 包括白天的部分时候 也都是单腿的站立 单腿 就是金鸡独立了 这样站 对 这是鸡极度寒冷下的一种表现 合着咱们老说金鸡独立 金鸡独立实际上是人家冷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状态 正常人家也是两腿着地的 动脚先抬起一只来暖红暖红再把另外一只放下 对对对 鸡如果长时间的这种状态下 对鸡的整个生长 包括它的下蛋 包括它的这个长标 也都是非常不利的 原来母鸡的产氮量和气温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冬季后 气温逐渐下降 北京油肌虽然长了一身厚厚的羽毛 但还是无法抵御冰冷的北风 住在四面漏风的鸡舍 北京油肌只能通过减少产氮来降低热量消耗 为了给油肌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科研人员研发出了新一代机设 我感觉这边的这个房子 跟咱们之前看的那边的相比 那可真是抬升了不止一个等级 这有多少瓶啊 这个大概是15瓶 那不小啊 这里面住多少只鸡呢 一般咱们这里会有80到100只左右的鸡 你看这个屋子它的建设密封性和保温性 还有呢各种实用性就比第一代机设要更好一点 这是什么材质 这个是保温板 保温板 对 眼前的这个房子就是第二代机设 无论是外观还是质量 第二代机设都有了很大变化 可是北京的冬天 气温动辄零下 要想安稳过冬 仅靠保温板还远远不够 因此室内通常都有安装取暖设备 可是我们并没有在机设里看到暖气片 那机设的温度是如何保证的呢 里边的地是一个30公分左右厚的一个倒康床 会在冬天的时候呢撒上益生菌 即便在极寒冷的冬天 这里边会有一个178度的温度 保证母鸡和公鸡的一个健康成长和产弹 原来机设保温的秘密就藏在倒康床垫里 倒康床垫被提前喷洒了一种特定的益生菌 这种益生菌可以有效的将积粪分解 并产生热量 就这样不断出现的积粪和益生菌 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 从而保证了机设内的温度 除了提高机设温度 益生菌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为了给北京游积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科研人员在机设的倒康里添加了益生菌 益生菌呢还能把积粪分变给分解之后呢 不会产生成大量的氨气 这样的物理的空气也相对来讲比较紧接一点 你说这里面的空气是好的是吗 对 我能打开我 没问题 你可以在这儿闻一下 这基本上是没有那种味道的 我什么味道我都没闻到 这太奇妙了 就是家里边哪怕养小鸡养几只都会有那种 就是鸡粪的味道 而且我觉得身场有点那种植物的味道 studio有点好 这 binge是 一大昂以至于 有凶土同胜肯定咯 一躲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汤可大为不利 那怎样才能让游鸡走出鸡舍多活动活动呢 我不知道你曾经注意没有 鸡有一个习惯是在地下刨一个坑 会进行身上的羽毛包括腿脚的一些摩擦 然后去抖动身上 这个就是鸡在自我清洁的过程 鸡也要洗澡吗 当然了 原来游鸡也会洗澡 而且洗澡的方式还这么特别 科研人员将计就计 在鸡舍不远的位置 修了一个特殊的澡堂 专门用核杀给它做了一个杀鱼池 这个地方定期会有人不断在更新 会配一些对皮肤清洁有作用的中草药 里面还有中草药 鸡每天早上起来 从屋子出来就会清理自己的皮肤 干干干净净的然后出去觅食活动 鸡池成功吸引了游鸡每天出门洗澡 但仅有洗澡一个项目 游鸡的运动量还是不够 科研人员在鸡舍50米外 投放了一些饲料 希望借助美食的诱惑 让游鸡多出门 咱们在室外呢 也会给它进行料槽啊水槽的投放 让它有一个前行的动力 比如它在这吃完之后 会觉得远处还要好吃的再往前走 然后发现有能够遮阴避凉的这种小屋子 然后又有这种的草植植被能吃 所以呢才进一步往前走 才会吃到那个更好的仙草 在多种诱导方式的配合下 游鸡越来越爱出门健身了 除了出门健身外 这里的游鸡还要定期做美容美发 你帮我忙 你帮我从兜里吧 一个小剪子拿出来 这个干嘛呀 这个呢是咱们游鸡的理发剪 理发剪 它还有理发 它还有理发 对啊 长那么好看的发型 你这个得剪了 你看咱们游鸡的这个凤罐啊 凤罐的两侧还有前边 如果过长的话 它会坠下来 就跟咱们人类的刘海一样 哦 只要挡眼睛上那块感觉 对 挡到脸之后呢 咱们游鸡出去觅食啊活动啊 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咱们才定期呢会观察游鸡 如果呢它的头帘过长 不要给它剪发 我这也是头一回干这事 给游鸡理发 是 对 稍微边上短一点啊 修一修 修一修 闭上眼睛 别迷眼了 它都不闭眼睛 这样的两边就都立起来了 就不会出现遮眼睛的情况了 就感觉它这个发型特别帅 好 嗯 这样的话呢 咱们游鸡就能健康的 不受头帘的影响了 正常的出去觅食 北京游鸡这舒适的生活 实在令人羡慕 不过 幸福生活背后 却是养殖工人 付出的辛苦劳作 二代这鸡舍一共有多少间啊 咱们一共是40多间 40多间 要是每天 你看这差不多都得20多颗蛋 有时候30多颗蛋 每天要这么个剪蛋粉的话 这也剪多少时间啊 第二代鸡舍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的师傅不光兼顾鱼 喂料 还要每个屋子进行剪鸡蛋 记录 所以呢 确实是一个很费人工的事情 费食费力费人工 如何才能降低工作强度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为了保证每一只鸡都吃饱 也为了保证鸡蛋的新鲜 养殖师傅从早到晚 不停地往返于各个鸡舍 剪鸡蛋 喂食 观察和记录机的情况等 这样的工作方式既费食又费力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减轻养殖师傅的工作强度呢 创新进行时 下集继续 为您揭秘